歡迎來到齊凱的新聞現場 我們現在開放call in 觀眾朋友打電話一起進來討論 對於阿扁直接講 我女兒你再不放他出去 他可能帶著小孩要自殺 他寫信跟馬英九求情 民調的結果是高達56.4的人說 是企圖以政治去干預司法 太可惡了 胡大哥怎麼看 我用一個對照來呈現 陳水扁的陳情信 馬多夫 法爾街大亨 昨天被美國聯邦法庭判處150年 大安會說怪得死了 他詐騙650億美金 他在法庭講兩句話 我要用悔恨來度過余生 二 我覺得我非常抱歉 給我家人帶來如此的羞辱 這兩句話 陳水扁難道不應該也表示同樣態度嗎 他不恥之徒 我覺得馬英九總統接到陳水扁這封信 都不應該轉給檢察官 假設啦 歐巴馬接到馬多夫的信 假設 歐巴馬也許他不會一丟 他就把它存查嘛 我覺得總統都不應該轉給檢察官 你給檢察官構成壓力嘛 我談這個民調 上個禮拜 當檢方對陳家子女進行限制輸進的時候 有62% 是說不同意他們的做法 很不以為難 今天是56% 我們可以這麼說 台灣有將近六成 我覺得主流民意 對陳家的做法都是非常不滿 不信任的 好不信任的 這就是主流民意 百分之二七民眾同情 這很正常嘛 一個社會 一定有三分之一同情啊 毛澤東說啊 一件事情一定有三分之一贊成 三分之一反對 三分之一沒意見 這很正常啦 這很信 民調做參考就好 但是我們還是對檢察官這樣說 我經常研究那個 雍正的皺褶 你可以看很有興趣啊 雍正看到總督心路寫信來啊 雍正都寫我知道了 我覺得我們的檢察官 就看到陳水本的信看到了 上面批 我知道就好了 如果把這種轉過來 我知道就好了 如如不動啊 我同意林錦森檢察官說了 維持訴訟的進行 我贊成 我也同意 像蔡委員 要他們講更記事我也贊成 無謊 但是你的基本面 你的抗壓性 捍衛公權力這個決心 是絕對不能改變 這個民調裡面講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情緒失控會咻笑 第二個是自殺 第三個是帶著 三個小朋友自殺 還是我們的前總統 這很嚴重的事耶 陳水本一向善於用政治 用情感 情緒啊 去做某一種司法上的一種工具 這一段時間來 大家對他印象就是說 他用政治要敢於司法 所以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 以繼承印象是如此 所以陳修宇這個案子 當然也是如此 但是陳水本這麼做有沒有效 當然有效啊 為什麼他能夠持續在民進黨裡面 興風作浪 民進黨很多政治人會怕他 就是因為很多人 他敢從某種角度 他不斷的提供給他們 同情他們家的理由嘛 所以我們就是說 其他關係 同情他家的理由沒有問題 但是檢調當然 不應該受到這種情境 回過來他提這個 做個爸爸 同意審道的看法 做個爸爸談論問題 實在是非常的不提當 可是不要忘記喔 光請講對 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喔 高度對這個案子的 誠信與記憶同情喔 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 一個社會現象 所以到此就好了 不要再有任何出差錯 像任何出破口來出現 舉個例子 你犯例了 或知他們會怎麼 煽動這個議題啊 也許我們講說 把小孩留置下來 做個媽媽這是不對的 但是很容易倒過來講喔 怎麼講 你看 他小孩留下來 台灣當人子 你們都還不肯放人 裡面有什麼更偉大的理由 怎麼啊 你這檢調當然是 國民黨開的吧 那國民黨莫名其妙 撇個黑鍋 跟我們國民黨有什麼關係啊 所以 作為一個監督的一個立法院 或者一個立法院 我們算不斷的去提醒 不錯 總理講得對 你要嚕嚕不動 但是你做任何事情 要有個更正當的理由 目前這個理由不充分 來 可是呢 除了前總統不要這樣講之外 是不是也要做一個議防呢 現在要有很多質疑啊 這可能有悲劑產生的時候 台北市政委社工局 要不要出來處理的 今天台北市政委出來講話 來 我們看一下 他的自殺的狀況 是正在發生的話 我們也收到這樣的通報 我們會請結合警方 盡速的能夠到場 去做一些防止 這樣的生命傷害的行為的發生 我們還是再一次的呼籲 所以家屬給予這些家人的關心和支持 還是最重要的 來來來 我們請玩 散散 這個家包中心主任很認真 不過他講得好像有一點奇怪 要等到通報 這個已經各大媒體今天全部通報了 所以重點還是說 也就是說你要先訪查嘛 因為如果已經有這樣的 因為我們以前社會局常被人家 詬病就是有小孩子 我們了解了之後 結果回去還是發生悲劇 那雖然現在還沒有正式的個案通報 但是它已經是一個 具體名列在各大媒體版面 甚至由立法委員轉述的事實 這一點事實我覺得社會局 不應該當成一個政治語言來看 它就是一個可能發生 因為很多人在做危險行為之前 會有一些預警 會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說法 會有一些交代 那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 陳信雲對他爸爸的交代 還是他爸爸自己憑空想像 你都不能忽視 你都不能當成說 這是這個人在裡面胡言亂語的 那這個事情我覺得 比較奇怪的是說 正常的人 如果家人在看守所裡面 我們正常像我們當律師進去就是 你家人很好 你放心 很少會把自己最難解的事情 去交給一個被收押的被告 那陳水扁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當然民眾其實很希望 你在體制那邊好好處理 可是顯然你是想用體制外的東西 你是希望悲劇不要發生 但是現在如果有一些家人 像吳主任去陪陪他女兒就很好 是啊 沈醫師 我先回應剛剛 中期講的這個馬豆 因為馬豆說悔恨 第一悔恨 第二真的是遺憾連累家人 結果換來150年 如果是陳水扁的話 換150年 我這個話當然不講 多說多說 但是這兩句話如果講了 變成一年半 然後服刑 你當個月 然後就可以出來 我當然講 這就好想 馬豆腐跟陳水扁是兩回事 但是剛剛這位 社會局的社工人員 他講的是一個標準語言 是一個SOP 這個標準語言 他說已經發生進行中 然後接到通報 這樣就不會有了 所以我跟你講 我現在我們現在回想 推想這個陳水扁 在他父母親面前 那種失控 那種悔恨 那種討厭 那種 氣說你害死我 你做家人害死我 我想那個情境是真的發生 如果老公 我不會死了 又說我怕也要順便 但是這個有氣化 有真的有意圖 這是兩種 所以我現在我們就不得不 要嘛我們就不評論 要嘛要評論的話 就要帶一點風險 如果萬一他真的呢 我們現在在這裡講說不會 這回憶了 這個我就要從此 從節目裡頭消失 這個風險有這麼大 但是我還是必須講 這個風險其實是很小的 為什麼 今天只要社會局打個電話 問吳時貞 說你們女兒 現在你們老公這樣 很危險 我想我們是不是要接入 我保證 我在這裡保證 吳時貞做你說 那個說想起來 好多些人不用來 難道不是這樣嗎 絕對是這樣 好來我們先聽觀眾朋友的聲音 來